12月20日,有网友在美国偶遇单传中的女神张迪 当天她挺着运动和友人一起逛街 临近予感谢了,状态非常好,引发关注 张迪身穿黑色运服装,脚踩平底鞋 她被刺激头戴帽子,墨见真面 王庆之位大巴的穿一形象 然而在女神身上却十分显气质 她在友人的陪同下出现 遗落上海拿着手机 不知道是否在和老公嗡嗡聊天呢 张迪出席东京国际电影节时 被拍到小富龙起 随后她发文关心怀孕喜训 当时她已经怀孕30周了 还踩着光飞鞋出去活动 而且颜值状态也持续在线 漂亮有气质 在本月的11号张迪晒出工作罩 印页自暴已经怀孕36周 那么按时间来算 现在大约怀孕3738周了 临近日产期 然而就将领培的张迪看上去 并没有很胖 据她此言表示 孕后期余再努力增肥 不过36周也只有120亿斤 相对普通韵马来说还是瘦了些 在我日照中除了肚子明显隆起之外 刺激依旧纤细 瓜子里也没有丝毫的圆圆感 据悉 张子余的第一摊女儿醒醒 就会在美国霍格医院出生的 现在女神又现身美国阿湾市 看来要再次在霍格医院生产了 霍格医院因为贝克哈姆家的小气 在这里生产而声明确起 曾被评选为家中最好的医院之一 据悉该医院生产的基础费用为 13500美元 约95000元人民币 而庞富产则需要17500美元 约13万人民币 加上日常开销和其他费用 生产下来大家需要十几万 不过在医院生产的钱 对于张子余来说应该是不实一题 接下来在美国的院子中心 作业子才是一笔大开销吧